大家好 欢迎观看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最近比较火的土豆去油膜 这边我准备了一块切好的土豆以及专业的玻璃油膜去除剂 我们先来看一下土豆到底有没有去除油膜的功效 可以看到好像是那么回事 有点效果 那我们再来擦拭冲洗看一下 可以看到玻璃又重新呈现出原来的状态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土豆被切开之后会流出一些物质 也就是淀粉 淀粉短时间会附着在玻璃表面上 从而影响水的表面脏力 玻璃在没有冲洗干净的情况下 就会呈现出清水的状态了 它并不是去除油膜 而是覆盖 直观一点的表现 我带大家看看前挡风玻璃的状况 可以看到油膜还是存在的 原博主的分享挺好的 他也说了 这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小方法 临时应应及用一下的 确实是生活小妙交挺不错的 但也仅限于车窗边上临时应应及用一下 本来我是不想做这个视频的 除开自身品牌属性加持的情况外呢 我深知一点就是照摇一张嘴 屁摇跑断腿 况且大迷牛哥屁下摇都被吐槽不实在 何况我们这些品牌商呢 那接下来就是广告时间 我们再来看看专业的玻璃油膜去除机的表现怎么样 施工过后呢 冲水清洗也很彻底了 那教大家怎么分辨油膜到底去没去干净呢 我们可以用手拨一拨 或是拿毛巾擦拭一块区域 只要被擦拭过的区域 还是呈现出清水的状态 就代表油膜去除干净了 如果想要这个效果时间保持久一点呢 那么就在玻璃油膜去除干净之后呢 再上一层玻璃的防雨剂 也就是玻璃镀膜 这个呢 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主要看看什么是玻璃油膜的视频 那里面呢 有详细的解释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